杨子锦伯然高拳奥户队的剧主一场 我以前说说是些外奥户队的人 我们ady家里的都蔬菜 我们应该不爱 你以为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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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好这个好 找我了吗 走 来 对对对 走吧 我们先进去 找我解答我了 找我了 找我了 对 找我了 找我了 娘子太可爱了 我说我还记得你家我女儿 她说你能不能不提这个 第一场戏 我就跟导演讲 就跟柯导演讲 我说你选的太好了 我说金不然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这篇人晚上给我发了个微信 说 这还没出正面呢 就这么猛 我说不经常出来吓人 偶尔出来吓一吓 所以大家感觉很刺激 我还是希望留个好印象 接下来我尽量少给你们点阴影 但是也保不齐出来吓一吓 所以真的是要对年轻演员 真的要宽容一些 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 大家好 我是杨童书 也是赴唐 请用三个词来形容赴唐 分别会是什么词呢 开心 彷徨 精彩 人生重要排序分别是什么呢 自由 自由的呼吸 自由的活着 对鸡鸣松和叶继成的感情分别是怎样的呢 你想要的和你不想要的 你推不掉的和你必须要有的 鸡鸣松身上吸引赴唐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就是命中注定吧 赴唐眼中的叶家辉是怎样的 和我一样的 希望他是个正常人 塑造赴唐这个角色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别把他演成神经病 而且这个人物又是因为 他还不完全是双向情感障碍 他还有解脾症 然后他还 他还被药物过度治疗过 就他其实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他还是一个综合性复杂性的结合体 拍群续戏时如何更快进入状态呢 就听不见看不见完全他们不在 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 我觉得我适合做演员就是我能够 我是个体验派的 就是如果是感动的戏 我可能不是那种就是 滴个眼药水或者能行的 那种我就不行 就比如说台词忘了 别人给我提个台词 我得喊停 我必须是 我真的说出来的 是这个角色 是我说的 是我必须要说这句话 而不是别的话 饰演赴唐的过程中 有没有崩溃的时候 对 那个 跟我在一起演对手戏的 那个演员 那个 老叶 不是小叶 他说 你怎么跟我们说话 就像神经病一样的 因为我突然想起这段戏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的 我就开始跟他说 他说 你怎么像神经病一样的 我突然站在这个 赴唐的角度在想 这段戏应该是怎样怎样的 我就忘记他们的感受了 生活中遇到情绪问题如何处理 会发出来 当然说的时候 也不能说那些太伤害人的话 就是 是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说这事以外的事 没有必要 但是我有一个缺点 就是记忆性不好 就吵架吵到最后我没声 都是因为他说 你看你之前就是怎么样 我就没声 因为我不记得了 但是吵不过人家 完全想不起来了 赴唐很爱穿红裙子 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吗 对 因为红色分很多种红 而赴唐的红是什么红 是一种很刺激的红 但是他这种红 当中还带着 带着你所说的冲击 内心的冲击 和对周围的冲击 对两代人的冲击 实实话说 我特别不适合特别花的 然后导演选那条裙子 花裙子 就拉小提琴穿的 那条花裙子的时候 我说导演这是窗帘吗 我说你要把窗帘 穿在我身上吗 但是挺好看哦 很好看哦 很好看啊 他是马来什么 他说话很有趣的 就后来发现 其实他用这个红色 是有冲击力的 这个冲击力 不光是在剧情上 包括这个人物性格上 您一出场 大家都说氛围敢拉满了 您对此怎么看的 我是没想到的 我本来开个玩笑 我说这小提琴一拉 氛围敢有了 结果 我是没想到 一下子真的氛围敢有了 超乎想象的好 就是没有想到能这么好 这篇人晚上给我 发了个微信 说这还没出正脸呢 就这么猛 我说不经常出来吓人 偶尔出来吓一吓 所以大家感觉很刺激 这不是我的功劳 这是导演的功劳 缺续一点 副唐一出现时 大家就想到了 当年的徐莹莹 对于被称童年阴影 这事怎么看呢 我还是希望留个好印象 接下来我尽量少给你们点阴影 但是也保不齐出了下一下 徐莹莹这个角色 有给你留下哪些阴影吗 坚决不演 最后一场才洗白的角色 坚决不信导演和编剧的 劝动我的话 我那个时候就是被忽悠过去的 他们当时说会洗白的 结果是最后一场洗白 还不算完全洗白 生活中有阴言反派 遇到过一些困扰吗 当然 当然 就是那个制作红颜的时候 好多车被泼的都是垃圾 然后半夜三更的 我就不敢回家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会 误会到 就已经上升到我个人的很多隐私问题 我觉得网络就是这样的 说谎的人一张嘴 什么脾摇的人跑断腿 所以后来我也就不说了 随便说吧 放弃抵抗 觉得自己身上的悬疑气质 是怎么来的呢 我身上 我很适合悬疑剧嘛 就是因为我是个神秘的女人 所以我的天生就有神秘感 开玩笑 就是不知道啊 权益气质 这是大家认为的 但是确实是好多人说 我现在接 不想接 纯反派的 虽然有很多纯反派的找我 但是不想接 我希望接一个高智商的 我觉得是 我是对的 你们是错的 我有我的主张 但是你细品一下 我主张也不全错 然后我也是受害者 跟黄哲合作感觉如何 吉教授 吉教授 吉教授太有美丽了 吉教授真的是男神一样的存在 他太帅了 所以我就一直喜欢远远的看着他 我觉得这种泡沫不要破掉 有的时候距离产生美 怎样评价两位的CP感呢 我觉得是灵魂在沟通 我曾经看过 有一个传记在写的 郭富安和萨特的这个一段 我觉得有思想的人 都会不在乎对方的 和他们之间 事情无关的事情 他们会很敏锐地捕捉到 自己想要的 他是不是命中注定 通过此次合作 杨子和景伯仁分别 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杨子太可爱了 杨子我第一次 我说我还记得你嫁儿女 他说你能不能不提这个 因为其实我喜欢她 不是从嫁儿女 我喜欢她是从小米晨晨 然后那天跟她讲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表演 就是没那么矫情 没那么较劲 特别放松 特别真实 杨子的那个小葡萄演得特别好 她适合 她很适合 她演这个女心理师 也很非常努力 景伯然第一场戏 我就跟导演讲 就跟柯导演讲 我说你选的太好了 我说金伯然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太放松了 她的戏非常松弛 其实你们看很多戏 包括葛有老师的戏 你看得看似松弛 很多都是前期用了大量的努力 包括对台词的熟悉 信手捏来 她就是我说的 现在已经对心理学有一些了解了 所以您认可 演员需要大心脏这个说法吗 因为演员要快进快出 然后演员还要承受很多 现场刨除各种心理压力 假装我没事 我不在乎 然后还要演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时候挺考验 演员的心理素质的 所以很多人说 你看她不就上去说两句话 但是 这完全不是两句话的事 所以真的是要对年轻演员 真的要宽容一些 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毕竟她们经历的没那么多 还要扛出这些压力 姐姐是拿了爽文女主的剧本吧 两个大佬爱上你的故事 我觉得挺好的 我这生活中还 生活中不能感受 距离还不让我感受一下 你行你来呀 芸芸现在不扎人了 但是儿子开始扎针了 我得有同伙吗 我得要帮手吗 挺好的 我觉得剧情的发展 必须得有一个黑了的 她不黑谁黑啊 王家她承受得了 让她慢慢黑吧 我觉得王家的戏不错 王家很适合这个角色 其实她生活中还挺可爱的 很暖 啥时候和贺顿同况 想看美女贴贴 那哪天我跟杨子说一声 但是她一直挺期待这部戏的 而且她也非常非常能力 我也希望大家能支持她 真的希望大家能支持她 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温柔 腹黑 同样是笑 不同的笑 一个肌肉是上扬的 一个肌肉是横着走的 哈哈哈哈